其实看到这个机器人他非常的向人 是因为他用了3D的打印机 让他可以看到他有骨骼 有肌肉有肌腱 那但他最重要的是说 Inflin的这个传感器半导体的技术 能够给他拥有一套非常发达的神经系统 让他能够听能够看能够感知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roadway 能够骑自行车卖冰淇淋 同时他能够个人拥抱 那我们相信在以后 他能够做些基本的医疗诊断 感谢观看